如果你看到這一顆蛋 有沒有比較大顆 有 老母雞 老母雞生的 有什麼老母雞啦 年紀比較大的雞生的 13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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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看這麼大顆 連結上來講的話 如果以前我們小時候我們阿嬤 平常說兩顆 很大顆的時候 比牠平常越來越大顆 就表示說這隻雞不穩穩 因為蘇龍館越來越鬆 紅磅之力都出來了 對對對 紅磅之力 好 那這是一顆蛋 以前小學有教過 我們一顆蛋的話 它呢 有分這個這個 這個鈍的 跟這個 氣勢 那其實它是一個單細胞 它是一個細胞嘛 對 好那我問一下大家 一顆蛋的話 我們要怎麼樣看它 好或不好的話呢 其實有幾個面線可以看 比如說剛生出的蛋 一定每一顆都好吃 第二個的話呢 這個蛋殼其實來自於雞的不同的品種 那我必須給大家一個觀念 大家都想說這種的都比較好 其實不一定 雞蛋如果是剛生出的就更好吃 新鮮的就好 早期為什麼農家的雞蛋會好吃 為什麼土雞蛋會覺得特別好吃 是因為它今天是明天就吃了 所以那個蛋黃吃起來的口感是不太一樣的 但是呢 我們除了說這一顆雞蛋 它的這個新鮮度好之外的話 它放在水裡面是沉下去了 是浮上來的 沉下去 沉下去的比較好 對為什麼 因為它表示它的密度比較高 好 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要測試這一顆雞蛋了 那通常我們的雞蛋是這個樣子 這是一顆蛋 但是呢 我如果拿我們的雞蛋去丟石頭的話 雞蛋不會破 但是如果你拿石頭丟雞蛋 雞蛋會不會破 這個不用表演了 大家都會表演 卡的一定破 那主要的原因在哪裡 其實就是應該說 就是一個重量的關係 但是你拿雞蛋去丟石頭的話 如果這一顆蛋它夠好 夠新鮮 它基本上呢 是一個好的 所以我常跟人家講 我們的雞蛋兩大保證 第一個保證 就是我們所有的每顆雞蛋 我當天看 亮大腿幫你補一下 絕對每一顆都是母雞生的 這是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拿我們的雞蛋去丟石頭 雞蛋不會破 真的 你相信我 但是這個是有技巧 我們常說 一顆蛋的話 它不是有分煎的地方嗎 跟比較燉的地方嗎 那以前小學都有教過 面積小 壓力大 面積大 壓力小 所以這個蛋佐點就很重要 如果說兩個是這樣 這樣有沒有 給它打一下 整個都破了 你知道嗎 但是呢 如果呢 如果呢 我是這樣整顆 整顆 等一下 等一下 我就把這一顆 整顆把它丟下去的話 它的蛋佐點 如果在這邊的話 這一顆雞蛋 它不會破 好注意看 我們常說 這樣丟 會不會破 這樣丟 比較不會破 這樣丟會不會破 這樣一定破的 所以呢 拿雞蛋丟石頭 雞蛋不會破 但是我拿石頭丟雞蛋 雞蛋會不會破 一定破就不用表演 你給三歲小孩都一樣 來注意看喔 大哥 你顆臉扣他不要 有時候雞蛋破掉 打到你的臉 也是很麻煩的 來注意看喔 來 這什麼東西 雞蛋 我拿雞蛋丟石頭 雞蛋也沒有破 雞蛋是沒有破的 所以這個雞蛋 它是好的 好了 我們先讓車子過來 拜拜